《兵貴勝,不貴狗》是孫子的主要戰略思想之一 很多人會以為,這麼顯遷的道理 誰都會明白,算不得上什麼真知卓見 戰爭的本質就是要在軍事上取得勝利 迫使敵人屈服,接受聖方的安排 因此貴勝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因為不勝就一切屠然 只會白白浪費了人民的性命和國家的資源 因此沒有把握取勝的戰爭一定要避免 這是具體落實冰貴勝這個原則時最實際的考慮 不貴狗的意思是打仗要速戰速決 不要讓戰爭無限期拖延下去 否則只會勞民傷財 即使仗打贏了,亦可能得不償失 從此弄到角力一揭不振 被其他敵人承虛而逆 這樣的道理 雖然普通人亦不難明白 但是現實世界就有很多明鎮一時的將領 都在這個環節上犯上了致命的錯誤 可見一般人所謂明白 其實並不申切 拿破崙曾被譽為歐洲最灼熱的軍事領袖 他面對歐洲保守勢力的遺剿 以寡敵眾一樣所向無敵 很多那個年代的藝術家和思想家 都十分推順拿破崙 視他為歐洲的希望 然而他卻在攻打俄羅斯的那場戰爭中 沒有處理好兵貴性不貴狗的問題 把之前的戰果一鋪清袋 拿破崙沒有料到的是 俄羅斯的復元可以這麼廣闊 也沒有料到俄羅斯的冬天可以這麼延寒 結果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 勞施責遠,用到施勞力揭 加上對手兼逼清野行朝土政策 令法軍的後勤更加吃力 最後只好在後繼無緩的情況下決定撤軍 俄羅斯的軍隊於是乘勝追擊 令法軍全軍覆沒 從此元氣大傷 這個教訓不可謂不申黑 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的希特拉竟然又再重蹈覆轍 二戰期間 希特拉不費吹灰之力 已經輕易親戰了波蘭、丹麥、挪威、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勒陶宛、芬蘭、比利時和法國等 可謂橫掃歐洲,未逢敵手 於是令到希特拉被勝利衝分頭腦 沒有吸取拿破崙的教訓 又一次在冬天到來之前 大舉進攻蘇聯 起初希特拉一樣勢如破竹 蘇聯的紅軍看來並沒有抵抗德軍的能力 但隨著戰線的拖場 德國的補給就越來越成問題 加上延東的來臨 德軍的優勢就陸續喪失 打了一年之後 德軍終於在斯太蘭格勒初常敗職 隨後就再沒有翻身的機會 蘇聯誰全面反攻 直倒柏林 希特拉被迫吞槍自殺 拿破崙和希特拉的軍事才能 世上沒有人會懷疑 但他們就是因為對孫子所強調的 看似好顯錢的道理 沒有咳語應有的重視 結果被敵人反敗為勝 可見兵貴勝不貴狗的這句話 實在不可輕視 按孫子的觀察 《兵民絕促未倒考之久也》 意思是行軍送出的軍隊 即使絕於技巧和機智 也一樣會經常傳來打勝仗的消息 相反那些精於技巧 善於謀略的軍隊 如果被拖逆一場抗日持久的戰爭 也不可能長期維持優勢 一個負責人的將領 不應該恨國家於一場得不常識的戰爭 俄烏戰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俄羅斯作為發動戰爭的一方 本應謀定而後動 待有取勝的把握的時候 才發動戰爭 速戰速決把問題解決 可是俄羅斯既沒有好好的掌握敵情 又對自己的實力估計過高 以為只要美國與北約不直接參戰 就可以把烏克蘭拿下 結果 在沒有必勝的把握的情況下 發動了這一場戰爭 令自己泥足身恨 普京讓自己落日這樣的境地 就是因為對孫子兵貴勝不貴狗的概念 理解得不夠深刻 很明顯 美國是刻意借這場戰爭 去消耗俄羅斯的角力 美國一方面協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 但另一方面 亦不想烏克蘭太快地取得 壓倒性的勝利 所以美國在戰爭持續一年之後 才向烏克蘭供應先進坦克 至於先進戰機 可能要等烏克蘭的處境 更加危急的時候 才有得供應 美國就是透過調教 援助烏克蘭的先進武器的供應量 來調控俄烏戰爭的進度 美國想達至的境況 是烏克蘭不輸 但俄羅斯亦不贏 關鍵是要將俄羅斯拖垮 我相信孫子的兵貴聖不貴狗的說法 是向發動戰爭的一方提出的 而不是向應戰的一方提出的 因為發動戰爭的一方才有主導權 可以選擇打還是不打 而應戰的一方則相對被動 人家要打你 你唯有應戰 在時機和模式上都沒得選擇 以抗日戰爭為例 中國並不想和日本開戰 但日本要打中國都沒辦法 在這種情況下 兵貴聖不貴狗 都不是中國可以有的選擇 在中國而言 打得贏要打 打不贏都要打 無論要打多久都要奉陪到底 否則就會做亡國奴 由此可見兵貴聖不貴狗的策略 並不是任何情況下都適用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 就著有持久戰一文 文中他詳細分析了 中日兩國的國力和國情 指出中國雖然沒有能力迅速 在短期內打贏這場戰爭 但中國出師有名 一定可以將全國人民動員起來 一起投入這場戰爭 中國復原廣闊 可以用空間換時間 逐步消耗日本的國力 並取得最後的勝利 因此毛澤東預期抗日戰爭 將會是一場持久政 並且會分三個階段來進行 第一個階段是敵人進攻 我們防禦 並逐步引敵進入 第二個階段 由於敵人戰令的地方越來越多 戰線越來越長 日常的消耗越來越大 將會被迫採取相對保守的策略 屆時中國就可以為反攻作準備 到第三個階段 敵人的實力已經被拖垮 中國就可以進行大規模的戰略反攻 最終將日本侵略軍趕出中國領土 抗日戰爭最後的結果 證明毛澤東的預判是正確的 在此 九反而成為毛澤東的戰略選擇 可見不貴狗也不是一定絕對的 不過毛澤東只是在戰略上 選擇與日本侵略勢力長期作戰 但是在戰術上 他仍然主張速戰速決 兵貴神速 有機會攻其無備 出其制勝 整場抗日戰爭 無可避免會打很久 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就不容易長期堅持下去 然而在每一個戰役上 仍然要兵貴勝不貴狗 在無法打得贏的時候 仍然要走避以保存實力 在有得打的時候 就要集中兵力打速決戰 但由於日軍的實力 在大部分情況下都比中國強 所以中國只能和日本打游擊戰 而不是陣地戰 其基本策略是敵進我退 敵駐我擾 敵疲我打 敵退我追 這套游擊戰略 曾在越戰期間 被用來對付美國 獲得非常好的效果 然然打游擊戰 只是敵強我躍 又不得不應戰的時候的策略 這套策略 也只能在自己境內運用 在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下 才可以發揮作用 因此 美國打阿富汗 以及俄羅斯打烏克蘭的時候 都沒有條件打游擊戰 因為他們是戰爭的發動者 戰爭又不在自己的角度上進行 不可能取得當地人民的支持 可見游擊戰並非任何時候 都可以採取的戰略 在沒有打游擊戰的地方 通常也沒有打持久戰的條件 此之所以 美國在阿富汗打了二十年 最終仍然要退軍 將權力移交塔利班 俄羅斯如果不在烏克蘭 及早找到退路 會一樣後果亨宜 因此打仗的時候 尤其是對戰爭發動的一方而言 兵貴勝不貴狗 仍然是一個必須遵循的原則 一 為了增加勝算及速戰速決 村子認為以下的部署是不可或缺的 一 在發動戰爭之前 先要進行全面的推算 在勝算的機率高的情況下才可以起兵 就不可以因個人意氣勞而興師 決定要打仗的領導人 在開戰之前 就得為各種可能出現的變數 作好應對安排 並且預作沙盤推演 二 派間諜進入敵人後方 以掌握一手情報 這樣才可以令作戰計劃 不至於與實際的情況脫節 三 開戰必須出師有名 這樣才能夠爭取人民支持 上下同欲 不怕犧牲 四 山君未發 二 糧草先行 軍事物資必須一早準備妥當 可以隨時為前線提供補給 五 捕捉作戰的最好時機 一股作氣直倒黃龍 所以開戰前要正如處子 不動聲息 以免敵人察覺有所防範 五 仁言時機一到 就得動躍脫套 攻其無備 叫敵人陣腳大亂 六 要以輕騎作戰兵 直察敵人身臟 這樣才有機會擒擦仙勤王 瓦解敵人的士氣 送出結束戰爭 七 要破斧塵舟 不勝無歸 這樣才能夠形成如轉懸石 以千人之生的氣勢 一舉衝破敵人的防線 孫子打仗 求之於勢而不責於人 即是說孫子不主張 一不如意就苛責下屬 用延形進法的方式 逼使下屬撫戰求勝 他認為最好的做法 是營造一種客觀的環境 叫下屬明白 戰敗將一無所有 所以非衝不可 這樣才可以為軍隊 營造出一往無前的氣勢 叫敵人聞風喪膽 走為上著 發動戰爭的人都想打勝仗 但並非所有發動戰爭的人 都好像孫子那樣事前做足功夫 加上打仗通常是二手難攻 所以發動戰爭的人多以失敗告終 因此孫子從來不鼓勵用戰爭的手段 去解決政治上的糾紛 這是孫子兵化和西方軍事理論 最不同的地方 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製造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 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